第二天 玉弯门口 你是谁呀 站在那里干什么 喂 问你话呢 你是谁呀 为什么会在这儿 是 他让我过来的 他 他是谁 你指的是别墅的主人让你过来的 是 我看见门没有开 所以就站在这儿等着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你就跟我们一起进去 那谢谢了 来到客厅 张妈刚刚把早餐端上桌 哇塞 这么丰盛啊 还好我还没有吃早餐 韩少爷 莫少爷 南少爷 你们怎么过来了呀 张妈 我们是过来找爵的 他起来了吗 哦 已经起来了 上去去叫夫人吃早餐了 既然都准备好了 你们先下去吧 我们找爵说点事情 哎 好 哈喽 早上好啊 嫂子怎么没有下来 一大早的就跑过来我家蹭饭 他还在休息 呃 不是不是 我们是过来找你的 叶明觉转头看着站在那里的陈瑞 坐下来一起吃早餐吧 谢谢 等一下我会让人把你装扮一下 然后你就在这里待着 或者也可以去我公司工作 陈瑞看着他们 小心翼翼地取掉自己脸上的口罩 还有压得滴滴的帽子 不好意思吓到你们了 这个 这个 没 没关系 你的脸是被火烧的吗 是 是被火烧的 既然是这么巧的话 那么你做我新专利的试验者吧 我保证会把你的容貌恢复到以前一模一样的样子 多谢 他是陈伯瑞 你说什么 哈哈哈哈 哎呀 只不过是同名同姓罢了 是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场爆炸 就算不死也是全身残废 他怎么可能好好地坐在这儿呢 而且就是毁了一张脸 我就是真正的陈伯瑞 那场爆炸 我的确没有死 我当时在里面恰巧看到了一个出口 我就奋力地往前跑 虽然逃了出来 但是我的脸 我的身体是重度烧伤 不过我的手被医生救了回来 活下来的我看见自己这副样子 不敢回去 只能偷偷地回来看一眼 没想到 我的身份已经被人顶替了 爵 你是怎么找到她的 昨天晚上 我和娜娜无意中发现她的 而且这件事情 先不要泄露出去 以免她找上来 嗯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没想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